天氣冷 大家捐血的意願就大減了 血液庫存量已經不到五天了 現在有飯店 餐廳業者 就拿捐血作為號召 送上千元的餐券 或者是開賣的時候 贈送五折券給捐血的民眾 捐血還要發號碼牌 甚至清晨就來排隊 四點半 為什麼要早 因為我哥上次來 然後就怕排不到 有它的吸引力在 就可以做工藝吧 然後也可以 就是讓民眾有一些回饋 看上捐血還能拿好康 王小姐和男朋友 早晨四點五十排隊 搶第二第三名 同時紀念交往半年 不好意思已經發完 謝謝 限量150個名額 排隊長達7公尺 捐血前兩個小時 已經全發完 因為冬天捐血的人比較少 所以飯店推出了 免費的餐券跟抽獎券 來刺激民眾回來捐血 當然每一次我們辦活動 有很多民眾的現場排不到隊 或者是沒辦法捐血 他們在每一次每一天 都會回來繼續參與 有趣的是有人很聰明 華盛捐250或500cc 餐券抽獎券都只有一張 為了多賺好康 算正只捐250cc 兩個月後就能再捐 再拿餐券 其實天冷捐血真的少很多 各類血型庫存只剩四到七天 但靠著飯店業者送好康 還有本周末連鎖牛排店也將送五折券給捐血者 估計能刺激捐血量多500代 不過捐血中心呼籲 有更多愛心的民眾都能玩起袖子捐血助人 記者張正如陸一台北廠報道